火锅店的小酥肉 为什么那么酥脆好吃呢? 今天分享20年的经验 炸出来根根酥脆 放凉了也不会软 做小酥肉 我们一定要选用这种梅花肉 这种肉有肥有瘦 做出来的口感才更嫩 然后切成比筷子粗一点的条 再放姜末 葱花盐 花椒粉料酒 千万不要放什么鸡精 味精原味才是最香的 腌制20分钟 空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加一勺面粉 一勺淀粉 一小勺小苏打 一勺盐用筷子搅拌均匀 干了就加水 湿了就加粉 调成粘稠的状态 再加点食用油 这样炸出来更加酥脆 再把面糊倒入腌好的肉中 搅拌均匀 你看每一根都裹上了糊 五成油温下锅炸 大家也可以拿一根小葱 判断油温 刚下锅的葱 在旁边冒小炮就可以了 中小火炸四到五分钟 你看 就不炸一次就成功了 就是这么简单 学会的 记得关注收藏哦 非常感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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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